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6点56分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阳台的风景 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现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 很美对吗 大家早上好 我是住在新加坡的琴 今天我从巴西里海边的第一区 跑到第二区 从第一区的停车场跑来这边 其实还蛮还蛮紧的 今天我很幸运 我觉得你们也很幸运 看得到吗 今天有很多的Hering仓路在海边 通常我来过这么多次 这么多次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仓路在海边 所以今天我很幸运 你们也很幸运 能够看得清楚吗 你看有好多 他们应该是在捉小鱼吃吧 另外一边有一只飞起来了 Hering的叫声也是很特别 所以很有识别性 看可不可以走稍微近一点 给你们看清楚一点 沙滩很软很容易陷进去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吗 今天海边退朝比平时比起来 退的更多 今天真的是早上送孩子的时候 还有一点阴天毛毛雨 现在就太阳就出来 你看天空是不是很美 疫情期间不可以出国 我来到海边 其实也有多少有一点度假的感觉 今天的云跟海边真是特别美 可以等一下跑步看看 还有没有特别的再给你们看一下 另外一边又有一只飞起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 看得清楚吗 有好多只飞起来了 拉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还蛮远的 所以我用手机拍嘛 可能像素不是特别的好 我稍微走进来了一点点 给你们看一下 近距离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近距离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 沙滩里的很软 我不要被陷进去了 我出气了 OK 我是住在新加坡的琴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关注我哦 大家好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从巴西里海边第一区的停车场那边来了之后转左之后跑向第二区的时候的海边 你看这边今天 今天的 今天的 推朝推的格外的好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 你看那边的 好远好远的地方真的很漂亮 你看 光线不是很好拍的 拍的可能没有我想那个没有 意境没有那么好 没有我想要传达的那种效果 看不出那种绿绿的效果 可以 然后呢 这边又有一棵树 然后有很漂亮的果实和花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没有阳光了 可能拍不出那种效果 你看里面 是不是很漂亮 现在很多还没有开 如果全部开花的话 应该是特别特别的美 看一下里面 清楚吗 不是美 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从现在我都是拍了视频之后回家 然后放在网上 让Google As Google帮我搜索一下 我发现 自从我开始拍视频 学的东西也比较多了嘛 就是因为真的自己不知道 然后还好可以上网查一下 就可以学到一些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但是又不知道叫什么的一些名字 还不错 可以现在再给你们看一下 通常是被浸在海水里的这棵树 然后今天退潮退得很好嘛 所以它的树根都露在外面了 你看 哇 通常树根是贴在地上的 它的都是树这样这样站着你看 不过也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树 又有很多树它的长得很像嘛 所以有的时候在网上搜索名字也比较难搜索一点 然后它之前有一个树有一部分断掉了 然后它们就直接这样子再嫁回去放在这边 我拍一个比较清楚的照片 希望能够比较容易识别在网上可以找到 拍了一个有果实的 有花 花苞的 看能不能够识别出来 今天也看到了有人在华独木中 卡眼在比较远的地方 现在太阳又开始又开始出来了 太阳光有太阳光的时候 就会比较美一点 刚才我要穿搭的那种绿油油的一片的效果 近一点这边 这边比较近可能比较看的比较清楚 最近这几天的云都特别的美 真的是你抬头一看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工作太忙 然后压力也大 就每天就低着头低着头 其实很多时候你会被发现 我们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抬头看天空 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真的是忘记 忘记看一看周围 忘记抬头看看 其实天空真的好美 对吗 有没有这种时候忘记了身边的一些事情 忘记了身边最简简单单的生活 工作再忙 也不要忘记了享受生活 讲着讲着自己都有一点 有点激动了 不好意思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海边这一大片的花 这个有点像千牛花 但我不是确定是不是 因为小时候会看到很多千牛花 但是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了 我真的不是很确定 这是不是千牛花 给你们看近一点 这个应该不是千牛花吧 我觉得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千牛花是这样子的花苞吗 真的是几十年过去了 我已经忘记了千牛花的花苞是什么样子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很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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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